我们首先第一步把这个料盘这个把手把它松开 松开 把外面这个取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拿到我们要推标的标签把它套进去 套进之后这个出标的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 这里有一个卡扣的 这里刚好可以把这个标签底子卡在里面的 然后放进之后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也同样的把它套进去 套进去 要来把它卡到那个位置 要卡到那个位置 我们先不用压紧它 我们先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 然后找到标签头 首先经过上面这第一根滚轴 从上面拉下来之后 再经过底下这一根第二根滚轴 从这里要上来到第三根 第三根到第四根之间 他中间这里会经过一个 侧标电眼的 我们只要把标签放到这个侧标电眼里面这个缝隙里面去 然后再把标签拉下来 经过这 第五根滚轴 从这个 这个位置 把它 要出来 要把标签要出来 要出来之后 就直接经过这个波标板 从这个波标板这边一直 我们首先要把它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经过这个波标板之后 从这个波标板上面直接要到这边 这后面这一根滚轴 从滚轴上面 把这个标签放上去 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标签头 然后通 然后在后面再通过我们这个枪引轴 我们这个枪引轴 只有一个一个拧紧开关的 我们这个把手这个 都是拧紧拧松 都是往一个方向拧的 首先我们把它松开 松开之后 标签笛子就从这个枪引轴 两根轴的中间 这个缝隙这里 把标签 从这里 要上来 把这个标签 要上来之后 然后把它用手 这样子扯一下 把它 让它绷紧一点 然后这个标子到后面之后 就经过后面这个 收料轴 我们把这个银子把它 取出来 让它压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银子对准 这外面最小 最旁边这个孔位 用这边把它 把它套进去 套进去之后 我们扶住这个 然后这边引领 让它进 进到这个卡位 卡住这个标签 笛子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枪引轴 这边这个把手 把它锁紧 往一个方向里 把它锁紧 锁紧了 它会发出一个卡伤的 就证明它已经是锁紧了 然后锁紧之后 这里有一个鸦片的 我们就稍微的 扶一下这个标签 这个笛子这里 中间 标签中间的位置 稍微的扶一下 然后扶好 就 就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 我们就来到后面最关键的 再次把它松开 松开用手 压住这个铝块 顶止它 压紧的标签 然后再把这个 把黑色把手把它锁紧 然后我们压住这个刹车 用手 转一下这个料盘 让这个标签绷进 然后我们的标签就要完了 把标签要好之后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插头电源 插上电源 这边 也要把它对准孔位插进去 然后旁边这里一个开关 把它开起来 然后这里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启动 启动了一个脚踏 也是要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把这个 拧紧就可以了 这是脚踏的一个插孔 然后这边是一个过滤器 我们也是要从这里把它插进去 然后拔出来也是 先把气管着住 然后这样子 把这个气 把这个气给放了之后 压住这个绿色这个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气管 拔出来了 然后插进去也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孔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把这个开关 把它拔到里面 它就开始有气了 有气了 这边这个气表 这边 它就会有想想是想想是的这个气表 这里就证明它已经有气了